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 曝光在光天华日之下 他根本就不让我接孩子 还比我签什么离婚协议说 他早就出轨了 你冷静一点啊 他出轨的对象就是黄家乙 魏总 怎么今天魏太还是没有来啊 这自从上次 魏太在斯诺克场上 一名进任以后 可就再也没露过面了 是不是魏太太太过优秀 魏总舍不得让人抛头露面 魏总管他太紧了 就是默嘛 我太太要带着孩子去培训班 Joyce Joyce 魏姐 怎么会才来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萧总 魏总 宋老师 你好 我总是听我爸爸提起您 她是黄董的女儿 宋老师 我们到这边 Joyce 杉姐 你这最近气色不太好呀 是不是在魏总手底下 工作太累了 有吗 大家都一样 没什么累不累的 我听说你还担着呢 正好我有个朋友 他也担着 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我 王浩 喂 王浩也是美国回来的 有CIA的高材生 你们肯定有共同话题的 魏总 还担心 我 你 的 你 就 你 你 还是 把 帮 我 你 请 不到这儿来 请 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主角就是宋一格老师 宋老师要帮 北南车上去吧 谢谢各位的到来 就这样 谢谢 你看 这六个人啊 有男有女手挽着手 而且还穿着 非常华丽的睡衣 而且你看啊 他们人手一只气球 似乎是不想让你看到 他脸上的表情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 衣着都特别地 光鲜和体面 特别是这种手拿气球 遮面的行为 我觉得特别像一个 心照不宣的游戏 我看不一定吧 我看不懂 画座上的人 有着心照不宣的亲密 也有着不约儿童的梳理 他们乔装打扮之后 坦然相见 就像在座的某些人一样 魏太 魏总还讲你带孩子 去培训班了呢 Joyce 你往旁边坐坐 这个位置还是留给魏太 Joyce 没关系 这个位子本来也不舒服 她喜欢就让她坐吧 老婆 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你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 宋老师 这位是我太太林霜 她对艺术品的欣赏 不是很了解 说出的话不太合适 还请您多多包涵 没关系 她说得挺好的 不过我有一点倒是很好奇啊 那些手拿气球的人 她在气球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嘴里 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 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 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 待在一起 包括狗狗的抚养权 你想都别想 我见狗狗 我们离婚吧 离婚 老婆 今天在座 这都是头面人物啊 我们说话得注意分寸 我们的行为得体面一点 头面人物 下作起来可不体面 我凭什么体面 画家是用艺术讽刺现实 但我不想这么拐弯抹角的 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 曝光在光天华日之下 老婆 果果要上评讯班了 冯老师 微姐 在座各位我们先走了啊 不好意思 谁 果果要上学吗 果果 要果 干什么你这样叫果果 卫明 她根本就不让我接孩子 还比我欠什么离婚协议说 她早就出轨了 你冷静一点啊 她出轨的对象就是黄家仪 你说什么呢 我跟佳一我们上下集关系 这赛特各位都知道啊 你不要在这儿编故事撒谎了 走 回吧 我撒不撒谎 你自己心里没事吗 我们最近一直在一起 你还逼着我离婚呢 我还得还我 我还得还我 你不想 疯了 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费明 你别太过分了 什么情况 等一下 那没事了 好 谢谢 行 不好意思 没见 我费了 其实今天去花诊之前啊 我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结果今天一到现场 我抨击她的话想都不用想 全都冒出来 我现在算是理解 那些当街首次渣男小三的人了 虽然说不文雅吧 但是太解气了 那些负面情绪一下子全都出来了 太爽了 你呀 这终极一战的气势是足足的 但是你这技巧还得再练练啊 不是说好了吗 君子动口不动手 还把自己伤成这样 怎么大门没关啊 我就知道你们俩还没吃东西呢 所以特意给你们打包了好吃的 你怎么办 手怎么了 卫明干的 还能是谁啊 挨过许你干吗去 揍她 不用你去伸张正义了 凌双一战成名把自己打成了网红 手撕卫明和黄佳怡的事情 现在已经上了热搜 现在卫明已经当场射死现场了 她现在待在外面比在派出所见啊 姐 你听说了吗 魏总酒会那天带别人去的 我听说了 但你小点什么情况怎么多人呢 你这是前台 全听见这儿跑了 莫不其然吧 你让人拍了吧 对那天酒会就要死也去了 我知道 我记得为董老婆也去了 这不 这不闹开了吗 天哪 这么心跟真正义了 我总也在吃了 快来看看 快来看看这边 快来 背上来 真的 亮了 我跟着 她就在那里头 现在舆论都怎么说啊 我不会做任何回复的 别人怎么说 别人怎么说 我无所谓 怎么办 怎么办 网上却是骂我的帖子 我连我妈的电话都不敢接 我特别能理解 你现在的感受 有我在 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统统地处理好 网民们就是三分钟热度 能有了新的热点 你想想 我们的事情 谁还会记得 时间会抹掉一切啊 其实我跟林双 已经分居很久了 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就是因为 有一些离婚协议上的条件 没有达成一致 所以一直没有签署 正式的离婚协议 本来嘛 都是家务事 我没想到林双 会采取这样过激的举动 她发起风力简直不可理喻 为了多争取一点东西 她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人们总是贪的 有的人贪钱 有的人千丝忘义 不过昨天 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啊 美姐说得没错 不过昨天 我看我们的认知 你会参加 你会参加 我会参加 你会参加 你会参加 你做好心理准备 林总 我们于PR这边呢 也会尽快出一系列的新闻稿 表明公司立场 安抚公正情绪 密切关注于晴 为了减少对公司迷秘的伤害 魏总 你还是尽快处理一下 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吧 有个小建议 孩子的抚养权 是不是可以归他妈妈 毕竟你这边还没有离婚 但是已经有新的家庭了 以后孩子肯定不成问题的 林总 你怎么看